欢迎收看新闻随便看 在纳吉进入监狱之后 我们真的很不忍心 这个世纪好男人孤独的留在监狱里面 于是 我们要把他的老婆罗斯玛 可能也要送进去了 没错 我们今天初遥要来聊的就是 罗斯玛的太阳能舞弊案件 他经常在9月1日 也就是影片发布的明天下判 所以我们今天呢 主要就是来跟大家仔细的分析 这个案件的整个控告过程 这样以来呢 等一下下判的时候 你就会更开心一点 在2018年呢 就有一项价值为12亿的太阳能供电计划 计划呢 能够为沙拉月369所乡区的学校 提供太阳电能 结果呢 罗斯玛他的贪污金额 就达到了这笔交易的20% 哇各位 是不是非常非常的惊人 哇 哇这个数字 沙拉月居然有369所学校啊 吓死人了 那教育部要落实这个project嘛 他们是想要open tender公开去造标 那这个时候就有一间公司叫做日拔控股 有限公司 他就想要拿下这个项目 希望能够通过这个直接谈判的方式啊 从教育部那里呢 直接拿到这个合约 那怎么样确保教育部真的会直接把合约给他呢 前教育部长马哈基尔就在庭上指出他受到了非常多方的压力 例如讲说啊他有一天啊出席这个首相的官邸活动去纳吉普加吃饭的时候啊 罗斯玛就曾经私下要求他加速去审理这个太阳能计划的申请 让这个公司先拿到这个project 当然我们这个前教育部长并没有完全听话 反而是按照程序的慢慢去做这个project 结果 部长第二天就收到这个日拔公司董事向他表达不满 甚至是警告讲说你再不给我们就要到纳吉面前去告状了 还说你在教育部的日子讲不会太久 哇靠这种事情都有各位 我们的教育部长居然没有贪污 那为什么罗斯玛要去命令我们的前教育部长呢 而这个公司的董事怎么可能这么敢这样子直接去呛我们的教育部长呢 原来啊在控方的调查当中罗斯玛在2018年11月15日 就像这个公司的董事经理索取了一亿八千七百二十万令吉 然后又分别缩取了150万跟500万令吉来帮助这个公司获得这项太阳能的计划 所以罗斯玛呢也因此被控2009年反贪委员会法令第169AA条文 也就是收贿 并且呢最高啊可以被判20年 然后是你的贿赂金的5倍 所以你收了三笔钱 罗斯玛有可能会被控60年 当然罗斯玛的defense就是讲说 我又不是官员啊 你贿赂我有什么用呢 哦 really can I advise you can I advise you something I don't like this then if you are the prime minister you should take each other not anybody else ok we can do that are they doing it a year I will speak to I'm Harry after this 所以各位这个录音就证实了 所有女性都是霸道的 没有啦这个 是证实了 罗斯玛其实对纳吉是有影响力的 而这个录音其实也就是在这个太阳呢 案件当中被揭露出来的 而审讯以来呢 罗斯玛一方的表现其实也不是特别的好 像是罗斯玛在辩护当中就一直讲说 哎呀自己是阴谋论的受害者 所以才被控 哇有这么赚钱的阴谋论记得打电话告诉我 甚至呢也反控公司高层讲说是他们制作都请 硬硬要塞钱进我的户头 关我什么事 罗斯玛这个名义啊是被滥用出来去吓人而已 他还否认自己收购贿赂 讲说自己收贿当天啊并不在家 但是在哪里他又交代不出来 总而言之呢就是我们的控方有很多证据指向 但是他却没有提出非常实质的证据去反驳 除此之外呢 罗斯玛针对这个案件也是一直在拖一直在撤销 尝试要去测换主公关因为还觉得这个主公关的委任没有出面证明 但是法官也拒绝了因为他们觉得啊有这个总检查师的宣布就够了啊 你不需要有特别的书信信函 alright 所以罗斯玛你要信的话去看五月天 谁写的 懒笑话 那么现在罗斯玛的案件呢到底到底到底有什么阶段 早在去年的2月18日 法院就已经裁定了罗斯玛表面罪名成立 alright 就是讲说已经有足够的一些证据证明 他确实有涉及 之后是到你出庭自变的阶段 你来证明你的清白 而在经过了一年多的审讯之后啊 明天各位我们就知道结果了 到底是会判有罪还是没有罪呢 欢迎大家来买定理所 觉得有罪的朋友们记得按一个赞好吗 那如果觉得没有罪的朋友们呢 反省一下你自己了 所以这一些贪污故事都一直在告诉我们 大马是一个民主的国家 每个人民都有他自己的权利 所以如果以后你要塞钱就给全部人塞 OK教育部长的钱呢 你忽略了他的权利 你看现在他做证人了 这个是马来西亚教会我们的事情 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 今天要跟大家推荐的就是我们的喜剧创作 幽默表达课这堂课 为什么你要买呢 因为他真的很好玩 真的啦 再来呢就是我觉得如果你的形象是太严肃的 或者是太闷的 没有什么朋友的上司下属不喜欢你的 真的学一点喜剧的逻辑 让自己有一点幽默sense 大家都会喜欢你 对不对 家文对不对 家中 什么表情妈的 那再来呢如果你是做自媒体的朋友们呢 或者写作也好啊 玩抖音也好啊 做视频也好啊 whatever啦哈 只要是内容啊 学一点喜剧真的有喜剧的元素在都是事半功倍 他就好像一个调味剂这样绝对能够让你的东西变得更好看 当然还有最重要的就是如果别人喜欢你了之后啊 这样做什么都比较方便 考虑比较方便 你要拿什么project啊也不用去贪污 搞不好你好笑一点 那个教育部长就给你太阳能案呢对不对 总之学起来总会有发挥的时候嘛 帮助你一点点 帮助你突然间拿到一个12亿的太阳能案 就很棒啦对不对 现在我们这个价钱又不贵 69块绝对可以支回票价嘛 好我们现在课程已经做了很多 如果我们把UP的完了到25堂课之后 我们这个优惠就会结束了 所以希望大家赶快点击下面 跟我们一起走入幽默的世界呗 好的让我们把焦点放到喜气洋洋 红通通的新年庆典上 好没有啦 是巫统大会现场 我们来看报道 可以了还是不可以 巫统主席特别汇报会 今天在巫统大厦热烈开场 现场挤满身穿红色党服的党员 放眼望去整个会场就像是一片红海 巫统主席阿慕扎西上台致辞时 再次施压首相伊斯曼沙比里 尽早进行全国大选 我们继续努力 跟领域 把我们PRU 需要立即养 他强调这么做 并不是害怕自己的法庭 也不是因为巫统贪权 谁说 谁说 说 把我们批准了 批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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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 我 不怕 批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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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 我 还不信 因为 我们统统 不信任 谁 哦 所以 这些 你是还相信司法制度的咯 那 拿杰鲁鲁不就很公平了吗 为什么突然就很不公平了 这么矛盾的咩 原因很简单 为什么这么矛盾 因为现在的政府还是巫统的自己人 也就是 首相沙比里 和一众官职派的巫统领袖 所以呢 巫统的大佬 Zahid 他就只能够在大会上面 骂一点 但是又不能够骂完 因为 政府还是他自己人 就 态度就很暧昧 你讲一讲 如果是西蒙执政 或是国盟执政的话 我看Paul 早就示威了 还在这边跟你讲 相信司法 也因此 这次的大会 除了是围绕在纳吉的案件之外 还有一个更大的目的 就是要施压我们的首相 马上举行大选 以此 来换掉这些掌权者 这样一来 处理一些事情 就会比较方便 什么事情 我们来看一下报道 边加兰国会议员 Sharlina 就在刚刚举行的 巫统汇报会上 发言的时候 她就说了 总检察长人选 是首相 向最高元首推荐的 因此 首相应该委任 自己人 来出任总检察长 这样才能够方便 处理一切的事物 我还要说 我还要 marah 谁要成为首相 他必须 成为首相 我们的哥哥 我让你 是的各位 司法本来就是应该要独立的 但是现在 他们却直接 在明面上 台面上 喊话说 要放自己的人上去 这番侮辱司法体系的言论 马上就造成了很多人的抨击 警方也接获了 针对这个大会的12个投报 要介入调查 对此 巫统 也为自己的错误言论道歉了 骗你的哪 怎么可能 没有道歉 没有道歉 反而 无亲团的领袖站出来 捍卫他们的这番言论 这样说 就是要放自己人啊 有什么问题 家族企业吧 所以就是要赶快大选 然后就可以放自己人进去 然后就可以放纳吉出来 但 谁来决定要不要大选呢 当然是我们的 来自巫统的首相沙比利 你一定觉得他在台下听的肯定很不是职位 对不对 但是你错了 因为他根本没有来 是的 各位他和一众的巫统的部长 包括卫生部长凯里啊 行商目定等等的这些官职帮 都没有出席这个大会 有官职在位的人全部都没有出席 哈喽 你是在炫耀只有你们有工作要忙吗 哈 你们就撸着 哈 虽然沙比利不在现场 但是他的存在感还是很高的 因为他还在背后被人一直骂 我们来看画面 我设定是 是 准备是 需要保护 我乃 我注重 哇各位 一提到薩比里的名 大家就许他许的那么惨 我相信薩比里一定很伤心对吧 我们来看他稍后的记者会的样子 不过当记者在活动结束后 追问什么时候会解散国会时 薩比里只是简短的回应说 先等等吧 很嚣张嘛 哇看来衣服穿贵一点 人真的会比较有自信 太嚣张了还是说自己很开心 那我个人对于这样子的开大会 演讲讲到自己痛哭流涕的这种垂死挣扎 我觉得老实讲是还蛮自嗨的 为什么 因为如果真的那么多人支持纳吉 那么多人想要一起去集会思维反抗的话 那么很简单一个道理 为什么想要特色纳吉的Petition人数 却输给那些不想要特色的Petition 4到5倍呢 这是一个很奇怪的事情 你看纳吉的脸书动辄几百千like了 可是要求特色的人却那么少 巫统有三百万党员了 但是现在呢 只有几万人填罢了 所以原因很简单我告诉你 原因很简单 因为纳吉的神话已经破灭了 扎西等人千算万算就是没有算到 其实纳吉在网络上的这些流量跟明星效应 实际上并没有办法换回他们理想当中的支持率 像是我 我也是有赖纳吉的贴文的 但是你要我去特色他 我就会觉得 先不要 扎西等人呢一直以为 哇 纳吉如果坐牢啊 这么多佛罗我肯定可以换来的是一个天崩地裂的大事件 我们肯定可以施压到莎比利马上投降还是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 结果 真的没有 流量真的不代表一切 不是支持 所以最后 他们换来的只有莎比利的呵呵一笑 好了 那今天也是8月31号 马来西亚的独立日 我们也准备了一个小小的企划要给大家 那就是时空教囊 今年马来西亚遭遇了很多难关 例如疫情啊 通货膨胀啊 还有佳文开启港脱口秀啊 当然我们也有很多的收获了 例如我们的雨球拿金牌耶 哇 冠军耶 贪官终于伏法了 还有卢卡茨终于办脱口秀 所以呢 我们对于未来应该还要有更多的期望 也因此 我们邀请你和我们的团队一起来写这个失控教囊 OK 我们欢迎你一起在下面 把你对明年马来西亚的期许给留言写出来 那么我们的团队呢 每个人也写了不同的 OK 也写了不同的 为什么要跑过来 你没化妆你敢出来啊 别这样吧 反正吓死我 反正吓跑不好 每个人都有写不同的东西 然后 从佳文啊 我的啊 家中佳儿的啊 我们的剪辑师 慧银西亿啊 还有 这个 常常没有来的 每个人都写了一点 然后我们把它放进去 然后原本我们的打算呢 就是这个 我们要把它埋进一个图里面的 但是你们也知道嘛 公共领域这样子挖图来埋是犯法的 所以就只好到我的家去买咯 屁啦 哪里有钱 我的没有土地我住 我住空洞 所以我们就把它埋在这个盆在后面 OK 那明年的国庆之 我们就会打开一起来看一下里面 有什么东西 然后到时候明年我们也会邀请你 一起回来这一支影片 来看你写的留言到底有没有实现 再次希望马来西亚越来越好 因为只有马来西亚越来越好 我们的频道才会继续的变得更好 祝大家独立日快乐 我们下期再见 00后记得要独立起来哦 拜拜